看到画面这图形 你以为它是一个正方形吗 我们把它拉长 好像变成一个正方体的柱子 那接下来呢 我们把它转弯来看一下 诶 怎么变成了一个爱心呢 再把它转回来 又变成了正方体 我们再来看曲线版的 这是爱心 这是正方形 对于刚才的GGV动画 其实都来自于 2016年的视觉错觉大奖 这是一个日本教授所发明的 为什么原著题在镜面 会呈现方形的呢 在接下来的GGV教学 我将为大家解释的原理 你只要知道了原理 你可以把圆的变成方的 也可以把方的变成爱心 想知道怎么做 欢迎加入学用数学 一起来探究吧